有人拜广城寺得大 广城寺为什么不是依赖祖师 还有如何分辨真假点传实宽点到的时候 谢谢 这个要在大众广场讲 有时候不会是很适合 不过或许要试着说 因为我们了解 在还没有大胎普渡之前 那个都是单传毒寿 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要领有天力 他才可以就是来受祭 把那个程度已经够的修持者 受祭让他成就 因为在温淫网之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们这个广城还没有三佛来掌天盘 从三佛掌天盘 那个兰登佛 释迦摩尼佛 跟我们弥勒古佛掌天盘 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这个需要 收集才可以回天的这些正常的道路 那之前有一些修持者 他们所认为的得到 有时候虽然他自己认为已经得到 可是在真理世界 他还没有融成一体 还没有真正的到达那个究竟 所以这个到达究竟非常不容易 我们要了解说 凡尘的所谓成就 那个都是有阶 有那个阶梯 极限 还有不了解的地方 还有他没有修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假如说透彻的知道的这个真理 就会了解说要修到究竟是很不容易 所以才会有 那个最少要有三个阿增底节 那一个节就有 一千六百多万年 三个阿增底节 那真的是非常的久 那个真正的经过 这个久时间的修持 他真的能够进入 那个真理的领域 那个很不容易的 那我们因为你第二个问题 这个 或许是在这边讲 不一定你要信 因为之前老千在世的时候就讲 说自古以来 我们那个没有说去登记立案 办到的 没有哪一种事 所以老千人就一直讲说 我们一登记 那个就变教化 教化是只有欠善 就不能办到 所以经过那一个阶层 或许是有观察到的 老千人在私底下也跟霍雪说 这个不公开的 所以霍雪在这边讲都有节点啪啪 就是我们这个点栏师跟求道人都要有德 要有那个德性 所以当你这个半道需要分化表纹 那表纹在两余等点栏要放在那个箱子 那这个时候 假如说它是一股气往上冲 那个就是三观大地来接 这个求道有效 假如说表纹在两余等点栏 你放在箱子 而它呢 只要没了 浮在那个 那个箱子 那这个 没效 可是老千人不公开说 有争议 对啊 我就知道 对 已经很多人反应了 很多人反应了 就是说那个表纹本身的瓷 它有不同 它有的很轻 有的就很重 那很重的它不会挥起来 很轻的它会挥起来 可是各位要了解到 只要三观大地来接 你在用怎么重的瓷 它一样都挥上去 所以在还没有立案之前 没有挥不上去的 所以后解一讲了以后 信不信 也不用搁在心上 就当做尝试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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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